《星球崛起》系列是一系列以科幻动作为主题的电影 自2001年首部电影《星球崛起》 其实黎明上映以来 迅速赢得了全球观众的青睐 该系列电影讲述了一群猿猴如何反抗人类统治 并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社会体系的故事 这个系列的第一部电影《星球崛起》 《起始黎明》 主要讲述了一只名叫凯撒的星星 如何带领其他猿猴从人类手中逃脱 并建立自己的家园的故事 该电影以其惊人的视觉效果和真实感 蜘蛛的星星角色而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随着系列的不断推进 故事越来越复杂 情节也越来越紧凑 第二部电影《星球崛起》 黎明之战讲述了人类与星星之间的一场生死搏斗 以及凯撒如何为了他的雏群而牺牲自己的故事 第三部电影《星球崛起》 《终极决战》则是讲述了凯撒和他的雏群 如何与一个军事致力展开一场生死大战的故事 这部电影以其惊人的视觉效果和深刻的人物描写而闻名欲试 《星球崛起》 《终极决战》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部电影 但是它带给了观众一个意味深藏的结尾 整个系列 以其深刻的情感和紧凑的故事情节而闻名 同时也展示了电影特效技术的最新进展 是一系列 令人印象深刻的电影作品 字幕志愿者 ух haven?